美國總統拜登 週三攀佈的行政令 重點是保護美國人最敏感的個人信息 包括基因組數據 生物識別碼 個人健康資料 地理位置信息 財務數據 某些類型的個人識別碼 以及政府人員相關資料 該項行政命令將會授權司法部制定法規 阻止這些信息被相關國家蝕取和利用 壞人可以利用這類數據 跟蹤美國人 規探個人生活 收集活動 同意見人士信息等 並進行恐嚇 監控 詐騙 勒索等不法活動 白宮在簡報中 未提及相關國家 具體指哪些國家 但根據一位美國官員透露 這項行政令 主要是針對中共和俄羅斯 其次還包括伊朗 北朝鮮 古巴和委內瑞拉 這些國家都有收集和濫用美國人數據的記錄 白宮在簡報指出 目前很多公司 都在搜集美國人的個人數據 通過數據經紀人的合法出售和轉售 這些數據 可能會轉移給外國情報部門 軍隊 或者外國政府控制的公司 從而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美國官員表示 中共和俄羅斯正在大量購買美國人資料 這個行政命令 彌補了這個安全漏洞 他舉例子 行政令生效後 美國科技公司 無法再將大量的基因資料 賣給中國公司 中共國有企業或個人 以及一些使用手提供的資料 香港的民主 民主 民主 民主